今晚的嘉賓就是剛才旺來伯伯已經出現了的嘉賓 如果剛才沒有看的話,再重新介紹我們今晚這位師傅朋友 一位法科師傅,家賀師傅,你好 你好,Gammon 大家都說是不是兄弟,失散了 今晚這位師傅的嘉賀師傅,除了原學風水之外,原來你也是修法 是 真的修法嗎? 是 每天都要看的 是,法科兼備 法科師傅,你是哪個法? 其實法科我都有修不同的牌照,是一個階段 是 我是從道教開始,我又去龍虎山正日道 之後也有修法法 還有泰國的東西 泰國的東西是中間的一個轉捩點 因為我以前修道法的時候,我的師傅就是泰國的金龍王 對,原來講一下就是金龍王,就是我認識過金龍王 莊成金龍王公 對 即是阿賺Hell 對 好,讓大家看看我們之前帶團去見到的這一位 現在是泰國,非常直手可疑的師傅 對 其實一向都是 一向嗎? 因為他過往都是一些皇室用的法師 對 這位 沒錯 就是你的師傅 沒錯,很久沒見他 很久沒見他 疫情一直都沒見他 對 為何有機會拜到金龍王的師傅? 其實我以前就是在香港的金龍王公裏收道 其實我師傅就是跟他有一個很好的緣份 讓大家拉在一起 是的 好,現在我們為何要帶團去拜見他呢? 因為他有很多通靈的能力 沒錯 神通 只指著我們其中一團有力 就是剛剛那個位置 你有兩個跟著你 即是有兩個嬰兒 真的 他真的看到 沒錯 即是這些 你何時生他就看到 是嗎?你何時生他就看到 是的 真的嗎? 沒錯 說中了嗎? 是的 OK 他直接不用問你拿時辰八字 碰也不用碰你 是的,因為是金龍王附體 你所知他的背景是甚麼? 所謂金龍王是怎樣來的? 其實他是 這是我的印象 他以前 我記得大概是四歲的時候 金龍報夢給他 於是被刺了一些 神通 是神通 令到他有一個溝通的那個 總之就是無端端已經可以通靈 做到很多事情 之後就救整個泰國不同的民眾 是嗎? 是的 所以這些很有趣 他的機緣巧合 突然間上天給了一個能力 是嗎? 你突然有學這些能力嗎? 以前修道法時有 是的 但是 突然看到別人的一些事情 其實都真的好像第六感 是的 例如看到甚麼? 其實我經常都會有預知夢 是的 即是那個環境 其實三四日後就會看到 真的會發生 是的 那這個當然 通常都是不好的事情 不知道為甚麼 是 好的事情 是不會讓你知道的 六合彩也不會告訴你 沒錯 所以有時候都不知道收不收好 一收到就覺得 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沒錯 除了這個泰國法科之外 你自己也有收不同的法科 但是為甚麼要收呢? 原來你跟靈界有關係 才會做這件事 也是的 其實是十幾歲的時候 其實我都曾經被上身 被靈體上身 被靈體上身 我其實在那段時間斷了片 但是斷片的時候 其實斷片後就好了 家人就跟我說 當時你有這些情況等等 十幾歲發生了甚麼事? 那時候 其實有時候 我們還未回去內地 可能新年回去內地玩 於是 其實我家人 在內地也有一間屋 我們新年就會回去 叫做度假 那度假的時候突然 其實這麼多年都沒有甚麼 有事可能我不知道 但是那一年不知道為甚麼 我是經常覺得頭痛 我經常覺得頭痛 我只是覺得頭痛 沒有甚麼 我離開那個地方 我還是覺得頭痛 我可能還未斷片 但是當我離開後 我真的斷片 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之後已經在醫院 只是頭痛 頭痛那段片? 痛到你支持不住 你還未會被佔據 那他怎樣上身 那一刻上身 其實一路可能是纏著你 因為以前的我 其實都真的 我剛才也有介紹過 我做IT寫程式 是一個IT師傅 都會去到光時睡 變成精神 長期處於一個比較弱的狀況 很容易被他們 在精神上佔有 即是你日常睡的 我是日常睡 但12時就會繼續活躍 其實我也是四個小時 那時候睡四個小時的人 然後回頭看 就是那時候 可能整年的房間都沒有人住 那些靈體 其實已經當作是自己的家 反過來 我是愛人 我去度假的時候 我就是愛人 我三兄弟 睡在床上 可能只有我 我是這麼晚睡 時暈低 那便會出事 明白 那是否是家人 還是祖先 不會 因為那間屋 其實都不是做屋 即是真的租到差不多 即是家人在那裡開工 都要有一個公寓去住 於是長期租了那個位置 好 那上身後又怎樣 其實在那段時間 我一陣子就看到自己在醫院 一陣子就不知道自己在哪 然後無緣無故 可能早上睜開眼 下次睜開眼 就可能是晚上 還是不知何時 其實很… 怎麼說呢 我偶爾醒的時候 都會問醫生 我其實是甚麼事 因為他為甚麼 我進了醫院這麼久 其實他這麼久以來 都是開Panadol給我吃 頭痛 沒事 整個月都是開Panadol 然後有一天 我說醫生 你只能開Panadol 其實我是否可以自己買Panadol 在家裡吃 於是我就一個… 我想睡了一個半月之後 我就離開了醫院 睡了一個半月 對 十幾歲就睡了一個半月 但其實對我來說 是兩三天的事情 我覺得我的精神 我只是兩三天 我的眼睛只是看到兩三天的時光 但是你現在這個情況 你怎麼知道是上身呢 上身你可能之前有機會看到鬼 或者他跟你說話 或者會手部觸動打人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有的 但當然我自己不知道 事後我家人就跟我說 其實當你不對勁的時候 你會到處跳 例如跳上沙發 跳上櫃頂 嘩 這樣你會把聲音變成 變成一種瘋瘋的聲音 又很有氣勢 很惡惡的 就好像鬧了中十八代 那他有沒有說是誰 他表露身份 其實他沒有表露身份 但他說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誰 即是有問過的 是的 但其實我家人 為什麼最後會知道呢 當然 我家人都在內地做生意的時候 他們也有去一些寺廟 去擺放的東西 其實也有請教過那些茅山師傅 於是就找到那位師傅去那間屋去看一看 其實原來那個靈體已經住了很久 是嗎 所以我們三個兄弟就好像打擾了別人 在那裡聚居 於是就好像談條件去趕走 於是是談不到的 結果是驅走了 即是要送走 是的 直接是收走 無力 收走 喔這樣的 這麼誇張 是的 真的沒有力 於是之後 我就突然清醒過來 清醒過來 我家人才跟我說 其實你之前就是這樣 即是那個半月就是這樣 那個半月就在那裡蹦蹦跳 又跳上跳下 真的像一隻猴子一樣到處跳 雖然我是熟猴子 但也不會去到這樣 跳上跪頂 神經病 是的 那種跳躍力不是正常人的彈跳力 但沒有影響到你跳樓那些 好在沒有 好在我在醫院而已 我跳不去哪裏 因為這件事開始 加上剛才在旺樓伯伯你說 自己喜歡的元核風水 是的 於是我就 今天我們這個外景場地 很刺激又陰森又恐怖 是一個廢棄的外勞宿舍 女生被老闆欺負 然後又被侵害 所以男生女生一起在這邊的樓裡面 選擇上吊自己 聽說在其中一棟宿舍裡面 是會有撞球滾下來的聲音 上下樓層都有 甚至有人在樓梯間看到球滾下來 哇 真的 真的 哇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有很多味 這裡有些設計 我覺得 全部是荒廢了 哇 整個洞 這個老鼠一跌了 哇 房中房 哇 這個聽到 今天她是來召喚你們來這個地方 今天她是來召喚你們來這個地方 似乎去到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就遇到我一位師傅 再介紹之後的道家師傅給我認識 我就跟她學法 去保護自己寫符等等的東西 嗯 就跟著出去驅軌了 開始吧 跟著就有些驅軌 靈異在那段時間 但在那幾年裡就開始接觸到 開始多了 經常看到 那時候 嗯哼 好 先說一件深刻的事情 聽聽吧 深刻的嗎 其實剛剛好像 例如入道那樣 其實我們的師兄弟 都會到處去探險 好像靈探 到處去探險 有一次我們去了長洲 我們知道有義莊 我們就找一個地方 叫做七個師兄弟 一起去當作度假 然後大家在那裡 有些玩啡牌 有些打麻將 那個義莊是真的還有義莊 還在那裡嗎 現在應該沒有 現在應該沒有 但始終曾經是有過 即是你知道那個位是義莊 是嗎 然後去了那些小屋 繼續度過一晚 其實是兩晚 第一晚已經不用多點了 九點已經開始靈異事件出現 怎樣 即是我們玩這個打麻將 那些 有一位師姐 一直中了十三腰 等等 他那些小屋子打牌 對 你抬褲牌上去嗎 其實他本身那個地方有的 他有準備給我們玩的 那其實不是荒廢了的 不是荒廢的 但那裡是義莊 之前 旁邊 附近 慢著 你說那個義莊是甚麼院 其實不太記得我的名字 是嗎 其實不太記得我的名字 傳聞那裡以前是義莊 是 是不是近海的 是呀 在海邊的 是呀 其實也不怕說 那裡應該叫西院 嗯 不知道你記得嗎 傳聞以前就說那裡是義莊 但其實現在就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島家地方 沒錯 我想應該就是他 對 你旁邊那些是有屋子的 嗯 哦 好的 好的 在那裡打牌 其實我一直都叫做 看著他們打 因為我本身對島興趣不大 但是會玩一下 然後看著他們 有一個師姐 他第一次是十三腰 第二次又是十三腰 嗯 接著之後 我就覺得不對勁了 第三次 其實開了一副牌 將近要吃的那些 這些很害怕 將近要吃的那些 叫得糊的 接著怎知道 來了 他不敢吃 我拍一拍他的時候 我不拍其實他也知道 但我拍一拍他的時候 他也表現到震 那個臉給我看到 接著之後 就 唯有不要吃 因為我跟他們之前說過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件 我們不要回應他第三項 是 接著之後不吃 不斷打 誰知道打極都是摸牌 不吃這隻都吃那隻 即是你十三腰會吃一隻 都來給他 都是一直來的那些 不是東南西北 就是白板中 那些 那些 摸到真的不敢吃 接著就變成第二個了 到下一個又是摸牌嗎 其實他是保持著 有些類似的牌 他保持著 不吃 總之就不要讓他應第三項 接著到第二個 又是類似的 其實兩隻十三腰在我面前經過 因為我是看著他們兩個 我是看著四個的 其實我在那裡走 但我不發聲 那些 接著之後 不如停一停 接著之後 停了之後 一定知道是那些事情 接著之後 就到另一些靈異事件發生 有位師兄 嘴多 我們剛才做了些什麼 然後他不斷說 然後罵靈體 結果 都不用三個小時 他已經啸了 怎樣啸了 出不了聲 真的嗎 其實他是正常的 他沒有吃熱氣的食物 總之就是煩惱 對 又說這件事不好 那件事不好 然後就啸了 噢 那當時你們學了東西 那時候其實我們會 我們師兄弟會互相幫自己 封身和寫腹等等的事情 大師兄會再幫我們 再加多一層保護網 我們就變成 其實都防護力很高 但都搞到 是的 始終還有一些錯過的 當時的確都是錯過的 而且你們現在是故意挑機 是的 是的 想當年是真的 我是沒有特別挑機的 但是大家一起去就去 通常是這樣的 學法的人 師傅就會帶你 你想感受靈體 我會帶你去荒山夜靈 有些是標童 有些是玩蝶蝶 有些是玩蝶蝶 就是這樣 對他感應 於是那裏就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即是那些人說我也不相信 之後 我自己看到 就知道原來他們會給你這樣的反應 有沒有突然間不見蝶蝶 那就是沒有 有沒有 因為我們自己藏起來了 哈哈 那一開始 是有很多這些說法 是的 因為現在就變成一個很漂亮的營地 我們也採訪過 是 進去 他們也不偉然有這些古怪的事情發生 當然以前就說傳聞 為何無端端夜晚一刻 明明這個荒廢了地方 沒有什麼人 為何會有異壺聲 其實碼頭也是 什麼 其實碼頭 我當時也看到很多灰影 在那裏 我自己當時就是剛剛修行的時候 其實我都半開眼 不是特別清楚那些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那裏 看得特別多這些 那這個地方也有很多歷史發生過的 是的 如果不是也不會太平清照 又要做事 都是的 這是其中一個較早期的經歷 後期一點 後期一點其實也有的 例如我去一些內地的酒店 我們去公幹的時候 其實都有遇過一個情況 就是去一些酒店 雖然不是美房 通常美房都是一些東西 雖然不是美房 但是進去已經 有些不對勁的反應給到我 就好像你進去 為何有些燈是故意要斬的 剛才明明看到沒有東西 然後我就開聲 因為我已經知道 其實他們 我是可以跟他們溝通的 那我就開聲 其實你們是不是不喜歡我 給一些反應來看看 是 那再斬兩東西了吧 不是的 它爆死它 就是馬上 即是馬上廁所 那些屎水 就在下面 就馬上浮出來 這個恐怖過見鬼啊 然後我立即召喚,我說行了行了,你停吧,他沒有停 然後我立即召喚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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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經理上來 然後你房間這樣,我換吧 當然下去之前,我知道了,我換房間 但你其實是不是看到的? 因為其實我是早期才看到,後期我已經看不到 後期我是要去到真的很好或者很差的人,我才會看到他的氣息 看到那個人的氣息嗎? 對,例如他突然間灰色白色那些 即遭死或者那些? 我就會看到 但那些不是靈體而已,是氣氛而已 靈體也會看到,其實我修法的階段有時候都很害怕 我還未到經常要剔頭那些,但你會看到在我面前 有些好像粉紅色燈光的物體,好像碎沙的東西 在我面前,我走過去他會散 那我就唯有離遠已經要轉彎 是,即是不想傷害到他 因為我知道,我撞過去他就會散 是的 所以我離遠就已經會避開他 曾經見過有些實在的人嗎? 就是長洲之後就沒有了 都有,有一次 沒有了嗎?看完了嗎? 是的,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加上旺來伯伯一個combo 還有,也可以上網去admonpun.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刀喉刀費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下一個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的了